好 开始吧 好的 各位小伙伴好 正好今天人也不多 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得更随意一些 然后我今天呢 分享的应该是咱们现代性主题里边的第三节 西洋军之前分享的是这个 望眠的现代性 然后我们上一次的话也分享了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今天呢是第三讲 比较特殊的是 它是把现代性这个我们一以贯之的主题 和大屠杀这样一个历史上非常奇葩的一个事件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从现代性的视角来审视大屠杀 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还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切得很细的主题 我这次的分享呢 其实脉络的话略微有一些散 大概呢是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大屠杀的一些叙事 这个是一些历史的 或者说其他视角的 第二部分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奇葩鲍鲍曼 他解构的一个大屠杀的基本的这些要素 第三个部分是我看这本书 之前没有预想到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也就是犹太人和现代社会这个之间的关系 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 就是这个被害者合作 第五部分是这个道德 在大屠杀里面的道德的部分 它其实是在现代性里面的一个部分 但是把它单拎出来来讲了 大概是这样的几个主题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到第一个关于大屠杀的叙事的话 先看两个我觉得比较震撼我的事情 第一个是1970年12月的时候 刚下过一场大学 那个德国的 当时联邦德国的总理 布兰特他刚刚结束了对杰克和波兰的国事访问之后 到了华沙 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边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向纪念碑献上花圈之后呢 突然就是双腿下跪 发出了当时的祈祷 上帝饶恕我们吧 怨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其实他在这个下跪之前 自己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举动 第二年呢 他应该就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 当时这一跪呢也是震动了全世界 大家呢对德国在这个犹太人大吐杀当中 他们的这些我们叫罪行吧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一个谅解 这个的话我觉得对于欧洲人 他们来说还是 就是这样的下跪这个事情 还是蛮震撼我的 这是我记忆碎片里边的 第一个部分惊人的一跪 第二个部分的话是 2711个slabs 这个的话我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 跟家人一块去这个柏林 就在他们那个柏兰登堡的这个城门旁边呢 有一个犹太人屠杀的纪念馆 我在分享的提纲里边 大家也能看到 那是我自己照的两张的照片 这个纪念馆呢 它长相其实是挺特别的 地上的部分呢 是由这个2711块灰色的这种 叫水泥吨吧 组成的 从最浅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跟地面平行 就是略微高出来一点 到深的时候呢 大概是有一个多人 两个人深的一个距离 你走在这些 这种水泥吨当中的话 其实会让你变得非常的 就像进入迷宫一样 会有一些迷茫 会有一些思考 然后它整个的这是地上建筑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 不等高的水泥吨 地下的部分呢 是它整个的一个 这种试听的一个纪念馆 或者说一个博物馆的地方 当时整个看完之后呢 其实留给我 还是蛮震撼的一个感觉 因为这个纪念馆 其实就在柏林的市中心 它其实占地还是蛮大 当时设计的时候 应该不止2700多个 后来是因为一个 政府规划的一个原因 好像便于残障人员去 可以在里边自由地去行走 就临时他们缩减了这个规模 这个呢是我印象当中 就是跟德国相关的 这两个他们的 对于大屠杀的 这个事后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行为也好 或者说他们的一些 忏悔的表现也好 那对于这一场呢 20世纪惨绝人寰的事情 我们要来看它呢 我想先把时间轴 再往前面推一个世纪 先推回到19世纪 当时呢 那个世纪的时候 人们其实受启忙思想 后面一系列的工业革命 带来一系列的物质的 技术的进步的发展 人们对科技啊 对这种物质进步 这种现代化的过程 其实是充满了信心的 牛顿呢 自从他提出绝对时间 这个概念以来 随之而来呢 大家就是到了19世纪 其实已经建立起了 这种时间轴 和这种进步等等的概念 因为在中世纪 大家其实对这种 时间的单向性 并不是那么的敏感 但是呢 随着这个物质 和这个科技的发展之后呢 尤其是牛顿 绝对时间 这个概念的确立 大家已经相信 社会是在进步的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当时呢 人们就认为 未来的世界 会永远地进步下去 谁也没有想到 随之而来的20世纪 却马上了打脸 企鹅欧洲史 他在描述20世纪 上半叶的时候 就截止到49年吧 他用的这个题目 叫做地狱之行 就是随之而来的 两次世界大战 他其实是让所有的人 都猝不及防 没有想到 理想中的美好的未来 会以这样的方式 来进行开始 长达半个世纪的 这样的一个 全世界维度的一个熬战 所以说 站在当时如此乐观 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们再来看这次 犹太大屠杀 我也想跟大家 听一听大家的 就是对于这样的 一个大屠杀当中 你们印象中 最深的电影当中的 一个情节 或者一个片段 或者小说 文学这里边的 一些这样的细节 是什么 然后他为什么 给大家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我先分享一个 我个人的 最近看的一个是 这个布达佩斯之恋 给我留下的 很深的一个印象 他里面其中一个男主 叫萨伯 他实际上是一个犹太人 当时在布达佩斯 经营一家大饭店 就是很体面的人 去的用餐的地方 他整个人的一生呢 也都是一直过着 一种体面的生活 包括这种 大屠杀行进过程当中 他开始呢 其实还是在 配合汉斯啊 就是他们这样的一些 这种德国人 过来入侵的时候 他会配合 当地的一些犹太人 去交赎金 去这样就是 给他们去换取 他们去出外的通行证 然后他自己 一直没有想到 从来没有想到过 自己可能会遭遇 这样的 就是这种灾难 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直到最后 他在这个 被拉网集中营的 火车上 汉斯最后去来解救他 他以为是来解救他的时候 没想到最后带走了 却是站在他旁边的 一个老教授 所以说呢 他就是这样 一直过着一个 体面人生的人 在这个社会上流社会里边 或者说上流的 服务于上流社会人群的 这些人 他最终却是 就是没有想到 自己的命运 然后最被推上了 那个送往集中营的列车 最后肯定也是 面临等待他的是死亡 就是这个 整个的发展的过程 其实是让我 蛮触动的 印象蛮深的 就是 你身处的社会当中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意识到 自己的命运 最终会走向何方 你也不能跳出来 对整个这个事件 去进行一些提前的预判 可能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你只是处在其中的 一个时间的 一个时间点的 一个地点里边的 这么一个部分 就把自己的命运 就抛在了这样的一场 很惨无人寰的 一个大的这种 人类的这样的 一个事件当中去 这是我自己最深的 一个情节 以及触动的原因 然后也想听听大家 关于这次大屠杀 所有的这种影视作品 也好 文学作品里也好 里边自己的一些感悟 算是我们今天的 第一个讨论的点吧 嗯 好 大家先说吧 你是要先说吗 没有 我 我发现我看的 挺少的 我好像就看了那个 辛德德的名单 你是不看这么血腥的东西 是吗 也不是 我就 就我知道有一些 有一些影片 但是我好像还真没怎么看 比如说 那个钢琴家好像也很有名吧 不知道 是的 因为我在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好像有很多人提到了 钢琴家这个电影 有人想讲一讲钢琴家吗 有人看过吗 那我们就接着往后说 莫老师看过吗 要不要说一说 莫老师在聊天里说的 没有没有看过 这忘记剧情了 我就记得好像辛德德的名单里面最后 最后应该是那个辛德德 他 他是怎么来 他好像是看到 就他其实救了很多那个犹太人嘛 他其实本身是 他本身是应该是一个德国的那个 算是一个军官 对 他只是利用他的一些职权 就是让那些犹太人 帮他去进行 去干活 其实是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拯救他们 但最后好像 而且最后一幕是 他还在后悔 他没有救更多的人 就那一幕 虽然可能 看上去有一点点夸张 但我觉得还是 还是比较震撼的 然后我再补充一个 有一句话 其实我很早的时候看那个 这句话也挺厉害 就是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辛德的名单社吧 有就是阿多诺他写过一句 就是奥斯维新以后 写实是野蛮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把整个事件提升到一个 更高的一个高度吧 就是说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 如果人类再去进行某一些 歌颂啊 或者描写一些美好的东西 其实是 有点 有点就像忽略了这件事的存在一样 我就大概简单说一下 其实我看的相关的小说啊 电影其实还是挺少的 杨老师要说吗 我看你开开了话筒 我这边的网好像不太好 就有时候会比较卡 所以你要分享吗 嗯对对对 那个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那个辛德乐名单呢 它其实就是 给很多人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的 就是那个 黑白的嘛 它整个都是黑白的 然后到中后期 有一个那个小女孩 穿个红色的衣服 那个海报上面就有的 应该大家都印象挺深的 然后他这个新登的名单呢 没事没事 美丽新世界是吧 美丽人生 我看有个 嗯 如果提到这个可以 也可以分享 如果有享受的话 美丽人生 它那个就是 嗯 也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 就是因为它是 因为是一个家庭 在这个 奥斯微信里面 发生了事嘛 所以 还有 就是更能带给人 那种 触动 那我们就顺着这个 接着往下 看 就其实 对于二战的话 或者说这种 大扑杀这个事情 大家各方的解读 随着历史的发展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有历史学家 都参与 学家也参与 然后作者呢 因为他是社会学家 所以他格外说了 社会学在这里边的 缺位和回避 像历史学家 有一个阶段 就会认为 开始是认为 这些人 就是这些屠杀的人 他们是不是 心里有问题 他们是不是都是杀人狂 像 我比较喜欢看 这类主题里面 陈梦的高扬 和你拔这类 或者说FBI的一些 犯罪心理 那些作品里边的 杀人狂魔 但实际上呢 作者也会 就大家曾经这样怀疑过 包括一些心理学家 也会参与到里边 但是最后呢 随着这个研究的 在深现在呢 大家已经否则了观点 认为一些德国士兵 实际上 他们大多数都是正常人 绝大多数都能通过 美国的新册测试 然后同时呢 在选拔这些人的时候 其实会刻意 清除掉那些狂热的人 所以就是随着发展 大家的这些卡法 会在不停地变化 但是截止到目前 作者就认为 他总结了这些 各个关于大屠杀的 视角里边 他提出了三点 第一个就是 大屠杀这件事情呢 已经被特殊化和边缘化了 他只是一小组人在关心 在关注 在研究 主流的学术市场呢 对这个事情漠不关心 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参与 然后第二点 他提出了 这个事情在公众意识中 被清洁化掉了 第三个就是他提出 现在大家认为这是一个 更多的去反思 德国性的一个东西 就是德国这些 这几个国家吧 他们受到的责备越多 就好像我们就会变得越安全 也就是把这些责任 归到一小撮人上面 但是呢 作者他又提出 他说这个呢 其实是现代性的一个失败 就把这个事情呢 引到了现代性 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母题上面来 所以说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进入到 七空包曼他解构的大屠杀 先看一看七空包曼这个人 我买的这一本 《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个版本呢 在非夜上面写他的时候 还是当时还没有死亡 1926-后面是空着的 但其实呢 他应该在2017年 92岁的时候过世 当时呢 中国也掀起了一波 怀念他的热潮 七空包曼的话 25年是出生在波兰的 43年 也就是他18岁的时候 加入了苏联的波兰军队 68年 就是43岁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波兰去以色列 所以当时实际上 他是作为苏联的 这个波兰军队 是参与到这个大的这些 二战的这个战争里边去的 去到以色列之后 三年以后 也就是71年 46岁的时候 就去了英国 然后一直在英国 进行相关的研究 直到17年 92岁过世 其实呢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说呢 马克思主义者呢 他是淡化 他其实一直是在淡化民族主义 或者说他其实不太该有 这种民族主义这样的一些事件 或这样去做研究的 但是幸运的是 他的妻子是一个作家 所以就在会在写作 其中就是用两年的时间吧 应该是来写了一本 当时的一个就是 回忆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书 触动了作者 所以作者在研究之前呢 他印象中的大屠杀 其实就像墙上的一幅画 他会比较抽象 或者跟自己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多 但是呢 因为他妻子的写作 他就开始来了解这件事情 同时用他的视角 去给出了一些新的结构 来进行结构 他在现代性的三部曲里边 就是大屠杀作为一个注角 是其中的第一部 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些大概是在90年前后吧 还有另外两部 是立法于阐事者 现代性与矛盾 中一本应该都是有的 然后90年代之后 他的研究的重点 就放在了一些研究全球化 也提出了一个 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 当时应该也有中国人 给他叫就 流动的现代性三部曲吧 一些书籍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 他的学术生涯 实际上非常长的 所以说 我目前只看过 咱们在分享的这本书 但是我计划以后呢 也会再看一看 这个作者写的 其他的这个 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的 其他的几本书 这是这个作者 他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他其实整体上 虽然经历了二战 但他过去的经历 还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然后作者认为 这次屠杀与传统的图城 之间有什么区别 传统的图城 是为了占领 他们所征服的土地 并且使之殖民化 这个其实不只是 在这个中古时代 包括这些 新的殖民浪潮的时候 其实也都是 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的 但是呢 作者提出 希特勒屠杀受害者呢 他其实并不是 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是与其他传统图城 最本质的一个区别 然后我们呢 过往的对现代性的 理解和研究和宣传呢 只是揭露了 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 但是呢 包括对大屠杀的 这个研究 但是这个社会 更熟悉的 就是这个 更熟悉的一面 反而是我们所崇拜的 也是我们过往 没有从大屠杀中看到的 比如像我们看 出现出来的这些词 像烟囱 铁路 化学工业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 就印象 其实呢 整个欧洲的 19世纪的发展 它是建立在 铁路的发展之上的 当时英国是 最早工业革命 兴起之后 用蒸汽来作为动力 就发展铁路 但是随后 欧洲大陆呢 在19世纪的 剩下的时间里边 以国家资本主导 来进行铁路的发展 推动了整个一波 欧洲的进程化 现代化的进程 然后当19世纪的时候呢 19世纪的时候 德国 它其实已经在 很多方面 都超过了英国的经济 比如说在化工 就化学工业上面 然后还有电子的 这些上面 德国都已经走到了 欧洲的前列 所以说这些呢 像烟囱 铁路 化学工业 都是19世纪的时候 典型的现代性的这些词 也被德国后续用到了 这个大屠杀里边去 所以大屠杀的每个因素 看起来都是正常的 它完全符合我们 所熟悉的文明 它的指导精神 它的精髓 和它的内在的世界观 我们一直在研究现代性 这里边 就用韦伯总结出来的 也是现代的这个 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他关于现代性理论的 这些关键词 比如说现代官僚制度 比如说理性精神 比如效率原则 科学思维 赋予主观世界以价值 从这几个 韦伯的关键词来看的话 实际上 这次大屠杀 都有非常完美的 这个体现和阐释 所以说呢 作者认为 如果我们把这次大屠杀 界定为一种野蛮行为 那大家防止它发生呢 大家就会天然认为 解决方案是 我们要有更多的文明的成就 同时也会认为 我们既有的方向是正确的 只是或许速度还不够快 所以说才会出现 这样野蛮的行为 但是作者就提出 这样界定的话 实际上是会误导 我们后续的发展的 现代文明的非暴力特征 实际上只是一个幻觉 而这次的这个行为 就是它的暴力特征的 一个最明显的体现 现代性不是大屠杀的 充分条件 但是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 这是关于这个主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拓展 之前历史学家的这个研究 就是德国士兵都是汉尼巴吗 其实在这个 埃什麦审判的时候 阿伦特 他也是现代学的 一个著名的研究的学者 他应该我没记错 也是犹太人吧 后续去了美国 去避难 在那个埃什麦审判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 就是如何克服 这个动性的同情 然后这个事情 也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讨论 就是当时他们在 德国雇佣这些士兵的时候 其实是要刻意清楚 那些狂热的人 个人的积极性是不受鼓励的 他们希望这些士兵 或者说他们的这些参与者 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 使得整个任务公事公办中去 并使之严格居于 非个人的一个框架之中 文化熏陶的对暴力的反感 被证明在对付 有组织的强制手段时候 是不堪一击的 作者也提出 贪欲 即使是血的贪欲 到最后也会使人厌烦 愤怒和狂暴 作为群体灭绝的工具 是极其原始 低效和短暂的 德国没有办法 把他宏伟的计划 建立在个人的这种狂怒 或者说这种杀人的 这样的一些 这种人性的这一面上面 所以说呢 其实这个是 我在看这本书之前 实际上所没有想到的 或者说没有研究 或者想得这么深入的 那他同时又提出了一个 原意文化的概念 具体在这个政治领域 是怎么什么意思 就是像园丁管理 原意一样来管理社会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就是到欧洲那边 他对原意的理解 我觉得跟国内 我们这种苏州园林 就是包括日本的 这种枯山水 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 或者不是一个感觉 我当时去凡尔赛公 看的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还有英国这两个地方 英国的乡村 凡尔赛那时候呢 他其实可以是律师四 他建立这个 一个新的这种 极权崇拜的一个体现的形式 然后当时呢 整个欧洲的原意 实际上还没有发展的 那么鲜明的特色 凡尔赛公呢 算是开创了这个先河 就律师四 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他那个宫殿里边的部分 一些有名的这种静听啊 就是大家会讨论比较多 或者关注比较多 但实际上去了之后会 就是我们以前会忽略的那个部分 比如它的原意 实际上也是给人很大的震撼的 那个园子园林非常的大 然后在这么大的空间里边 能做到对这些植物 进行整齐画衣的修剪 就边边角角都做得特别的精细 同时呢 也会去用人工去为这些草木 去赋予一些造型 所以整体看起来呢 会非常的震撼 然后这种呢 就是他这里边 作者所谓的原意文化 实际上是源于法尔赛公 后来又被欧洲各地的这种贵族 去争相模仿的这样的一种原意 也就是对自然的这种 征服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种原意统治文化背后呢 我觉得跟当时的社会思潮 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我们以前看一些 社会学的这样的这种 社会学史的一些分析的书籍 也能明显地看到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整个的欧洲和美国 其实是兴起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样的一个思潮 我在看一些书 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其实是会非常的不舒服的 就是心里很难受 很不爽 然后看起来又非常的荒谬 就是怎么会在一个人的历史阶段 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 我们看起来很荒谬的想法 但实际上呢 也是挺触目惊心的 就是整个社会学的思潮 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达尔文主义 它其实呢 直接的就影响到了 二战这种种族灭绝的 这样的一些后续的实践 所以说其实这次大屠杀 包括它前前后后吧 这整个的一些行动 都是当时那些一些 社会思潮的一个实际的实验室 他们会认为这种 一个人身体健康的部分呢 是可以通过锻炼来保持的 然后像癌细胞这种 这种不听话的这些组织 或者元素呢 它只能通过毁灭来改善 他们会认为一个政权呢 或者一个政府 它应该积极 它有去积极 管理人口趋势的 这样的一些权利 无价值的生命 是要被保持距离的 所以灭绝犹太人呢 是用科学种族主义 作为学术方法论的一次应用 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 他们会认为这是系统的 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 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所以当时呢 用到的一些词 就是像犹太病毒 政治卫生 就这些 决定要将 要生存并繁荣的元素 和应当被消灭的有害 或者病态元素 隔离和区分开 我们现在看的这些 很荒诞的这些词 当时其实是一个 大家认为是 或者说在相当一个人群范围内 认为是挺正常的 一些这样的叫法的 所以它其实背后就表明了 就是你经常听这样的话 说之后就会被洗脑 所以说整个的这种 园艺管理的文化 它是以几乎完全排除了 偶然性和可能性 独立于群体情绪 和个人动机之外为特征的 社会呢 是制定计划和有意识 设计的一个对象 所以这就是一个园丁的梦想 只不过被投射在了 世界般大小的荧幕之上 这个背后的思想呢 它根深蒂固的 其实是对于 自生自发性的一种 就是人的自生自发性的 一种不信任 如果花园的设计 对杂草是有界定的 那么有花园的地方 就一定有杂草 清除呢是一种创造 而不是一种破坏 这个园丁的文化 这种园丁的文化 它在社会学整个 事实上为内的这种实践 就会造成了这样一些 看起来惨绝人寰的 一些事情的发生 那具体实践起来 就这种想法是怎么在 这种不荒唐当中的 一个个步骤 最后却实现了一个 非常荒唐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实际上我们再具体的 来看一看它的流程 最初的时候呢 实际上他们没有想在 就是没有想到 去灭绝这些犹太人 这个想法呢 也是在这个 现代的理性下边呢 去一步步变化的 我们可以还原一下 在作者的这个带领下 还原一下这个过程 最初呢 他们是要在德国领土 去纯化人种 因为这种日耳曼民族 他们这种 这类人种 他们是认为是非常优越的 所以说当时呢 还只是想在 德国领土范围 去进行纯化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德国 在开始战争的时候 它是会 就是它的战胜 就是发展是比较快的 是比较那个 激起了他们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野心吧 就认为德国 能够统一欧洲 所以呢 当德国的领土范围 变大的时候 他们原来的那个想法 就变成了 要建一个 没有犹太人的欧洲 就从德国领土 就扩展了 因为德国变大了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迁徙 这些犹太人 但是迁徙呢 它要额外造成一些成本 同时把它们迁到哪儿 也是问题 所以说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每一步都是想着 去基于当下去 做出一个最优解 所以说慢慢的 这个迁徙呢 就变成了一个 肉体上的消灭 他们发现 这个办法是最好的 所以最初呢 当时从德国领土 去承华人种的时候 他们是想把这些 犹太人 去赶到波兰去的 然后慢慢的 随着德国统一欧洲 越来越大呢 他们觉得 那就是欧洲 既然都是我的了 那我就放到 法国的一些海外殖民地 所以当时也是 讨论过这个方案的 也讨论过去流放到 西伯利亚中 俄国的 广大那些 亚洲那边的领土 就是当连续 不断的问题 涌现在变动的环境时 其实当时是 最急切找到一个 当下理性的解决方案 没有任何时候 是与理性原则冲突的 就整个这个发展 变化的过程 所以说官僚制度呢 是实现大屠杀的一个 特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这就是它的 我们从过程演变角度来看 它其实每一步都是理性的 但最后却出现了 这样一个荒唐的结果 对于里边 参与到的很多的人 他们实际上只是通过 起草备忘录 绘制蓝图 打电话 进行交谈和参加会议 只要坐在桌子旁 就能毁灭整个人类 在这个行为和结果当中呢 被安插了很多中间人 没有破坏道德完整 没有引起道德崩溃 受害者的人性 从视野中消失 在视觉上隔离开 所以说强制措施 一旦被集中化 并且没有了竞争 技术上还不完美 依然能造成这样的 一个后果 这个中间呢 跟现代性我们相关的 这几个部分呢 作者提炼出的两点 第一点呢 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劳动分工 因为劳动分工 使得意义 由其他人 在某个时间的 某个地点来决定 一旦让这个操作的人 与他的遥远的 后果分离的时候 大多数功能 专门化的行为 就要么在道德考验上 已经掉以轻心 要么就是漠不关心 所以作者认为 这个劳动分工呢 是这个很大的一个 引起这样的 一系列行为的 一个关键的因素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官僚体系 在整个的 官僚体系运作当中呢 上级是道德关怀的 最高指标 也是最高的 道德权威 官僚体系否定了 非技术问题的 道德意义 并且使技术道德化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 不论劳动分工 还是官僚体系 是基本上所有我们过去 看过的这些社会学家 在分析现代性的时候 它很重要的两个特点 也能是正是因为 这两个特点 才让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每一步都不是荒唐 都是基于理性 都是基于现代性的 这些元素来做的选择 最后会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 荒唐性的结果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是盖揽了一下 作者他认为 这个大屠杀和现代性 他们之间的一个 这样的现代性的一个 必要非充分条件的 这些关键的要素 接下来呢 我想额外拎出来的 一个部分 就是关于犹太人 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在看 这本书之前 没有想到的 没有想到 做这么深的一个视角 因为我们既往的话 就是大家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为什么 倒霉的总是犹太人 因为但凡了解 一些犹太人背景的话 就他们整个 往以色列这边的 迁徙的这个 很艰辛的这个过程吧 就会觉得 为什么他们这么倒霉 其实犹太人呢 倒霉应该是 它是一个非常 久远的一件事情 从当时 这个基督教 这些新约啊 旧约啊 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摩西的出埃及记 其实就已经给他们的 这样的一些烙印 所以犹太人呢 在历史上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 这种普遍的 无家可归的一个民族 其实历史上 很少是有这样的民族 唯一能跟大家媲美的 作者就提到的是 吉普赛人 西伯来的故土之间 和他们的原始联系 只剩下了精神上的 这样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 它是无法参与到 只在征服土地 以战争为一般形式的 这种普遍的权力斗争的 所以其实犹太人的这种 被欧洲人的这样的一些冲突 它其实已经延续了 很长的时间 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 文化背景导致的 然后呢 犹太人在历史上呢 他其实我们来细地进行分析 他是一直扮演着一个 内部的外部人 这样一个角色的 就是他其实并不是 基督教所决定的这种 异教徒和堕落的异端 就是他又不是异教徒 他又不是不信教的人 所以他跟基督教 就是犹太教跟基督教 整个的关系 是非常微妙的 犹太人呢 作者就认为 说了一个很形象的话 他尴尬地跨坐在屏障之上 对整个屏障和界限的 不可逾越性呢 是构成了威胁的 所以说他被给予的机会 去承认真理 却是毫不犹豫 毫不含糊去拒绝的人 也就是犹太人整个的存在 实际上是对基督徒 是构成了挑战的 基督教史 它是一个基督教 实质上的一个他者的概念 是基督徒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其实就是你认同基督徒 实际上你就同步认同了 天然的对犹太人的一个疏远 但是呢 他又不是这样一个 这种外部的他者 或者说这样一个敌人的角色 所以说就是犹太人 跟基督徒整个的关系 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种基于文化的 基于历史的 这样微妙的一个关系 就可以出现在 未曾见过一个犹太人的 这样的人们 或者这样土地上 或者多个世纪里 从来没有犹太人 存在的国家当中 大家都会如此去憎恨犹太人 好像这种憎恨呢 他已经深深地 嵌入到了基督徒 或者说欧洲 这样的一个文化的 他最深层 最底层的逻辑里边去 所以说作者认为 犹太人呢 他实际上是 具有原部协调性的 他破坏了界限 与身份的清晰度 与安全性的 这样的一个原型的敌人 但是呢 他实际上呢 在这个整个历史的 发展过程当中呢 又有了一种 不能脱离的 这样一个微妙的关系 作者说在现代性之前呢 其实犹太人呢 他是让人又迷恋 但是又强烈让欧洲人反感的 他总是呢 在各个历史阶段 被看作所有被 这种愤恨啊 被恐惧啊 或者被蔑视的 这些事物的化身 但是这些事情呢 虽然说有这样的文化背景 跟根基在 过去呢 并不妨碍 犹太人融入通行的 社会秩序当中 因为他们永远是在 扮演一个流动的阶层 去承担着各类非常不受欢迎的 公共职责 那些在 现代性之前的那些 古老的这种 基于土地的贵族的 这样的中世纪的生活里边呢 拥有土地的贵族 他实施政治和经济统治 其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些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些中间人的角色的 也就是说 他充当了一个 我们叫这种走狗 或者说 类似在形象点 就类似汉奸的这样的角色 他有这样一些做坏事的人 去帮他们去做管理 同时呢 在这个行使具体的事物的 这个角色的同时 他们还承担着一种 精神上的这种 保护层的概念 也就是让下面那些农民 最底层的这些 被约束被管制的人 他们的不满情绪 是没有真正的 就是他被 被已经 相当于就转移了注意 没有发泄到了真正的目标 就是那些最基本的 最大的这些贵族身上 但是呢 却不停的倾泻到了 这些中间人的身上 所以说就是犹太人呢 陷入了阶级斗争当中 他变成了两个阶层 都去敌对和仇恨的 一个阶级仇恨的目标 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 把原来两个很矛盾的人 矛盾的两个阶层 他在中间呢 就是充当了一个 这个靶子的角色 上面的人和下边的人 都去责物他们 从而减少了 上面和下边的人的 直接的对立和直接的抗衡 然后这个就引出了 第二个问题 就不知道大家的身边 或者说你的印象当中 是否有这样一些保护层的案例 我想到了一个最明显的 其实就是我们 现代社会来说 就是中国很多的基层官员 因为这些人呢 他在中国的这种 庞大的官僚体系里边 他实际上算不上 这种既得利益者 因为他远远没有享受 这个官僚体系顶层 所带来的这些特权 和这些经济 和权力上的这些奖赏 但是呢他们却在干着 最危险的 对于一个官僚机构 或者官僚官员来说 最危险的一些工作 他们往往要冲在这个 和最通促 这些农民也好 我们这些最底层的 这些人的最前边 所以说一些上层 看起来很荒谬的一些决定 可能他们就要负责来去执行 包括过去的像这种计划生育啊 然后后续的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 可能看起来会反人性的东西 他们就冲当在做 但是却没有享受到这种特权 所以我觉得对应在我身边呢 我就想到的是这样的 我们体系当中的基层的官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地方想 那很多做服务业的 其实应该也是 就是服务业最继承那些 比如说客服 或者银行归员 等等等等这些 就直接跟人打交道 但是就是你有很多 就是客户或者是用户有很多不满 就会直接发现到他们身上 对的 是的 但是他们就是还好 他们基本上 他是在一个个活在一个个案当中的 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形成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群体 对对 所以说他其实也没有形成这样一个 被排斥的阶级 但犹太人比较惨的就是 他可能会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共同的标签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这个 现代性的破坏的中心 因为我们之前说的实际上都是一些 既往的历史上这些犹太人 他的这些角色和他的位置 那进入到现代性社会当中 他又给犹太人贴上了什么新的标签呢 就是无论在哪里 犹太人其实永远都充当着 这样的一个内部敌人的角色 他是抹杀了主人与客人 本地人与外来人之间的差异的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但是过去呢 若干个世纪以来 其实犹太人都是在隔离区的 现在呢 因为随着整个社会的 过去的中世纪是一种固定在土地上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很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也是跟交通的不发达有关 跟这个动力的 就马车这些的速度啊 等等都有关 但是现代性之后呢 这种地域之间的流动性 是突然间就增强了 所以说若干世纪以来 在隔离区的犹太人 现在都走出来 成了日常存在的一部分 现在的社会呢 在进行划分呢 它不是在根据等级资格 而是根据社会身份 所以说原来犹太所固有的那些标准 包括他们的从事的职业 他们在地理上的隔离呢 都没有了 所以犹太人呢 他的命运就变成了社会巨变 波及到了一个可怕范围的一个缩影 那大家呢 在面对这种现代性 带来的不确定性 和这些恐惧 和一系列的不适应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些经历的震荡呢 归罪到了犹太人 带有破坏性的不协调的一个印记 来释放焦虑 所以其实呢 犹太人对他们的反感和敌对 背后呢 是对现代性的敌意 然后犹太人就变成了一个 反现代性能量的一个天然的壁雷真 我觉得作者这个 后面这句话呢 其实上是非常的形象的 就是它变成了一个壁雷真 大家所有在最初的时候 对现代性的这些反抗 都直接发泄到了犹太人的身上 因为犹太人呢 他是非常的聪明的 就一直以来都是很善于做事嘛 我们现在看美国的这些 大的金融的这些呢 包括过去的科学家 他们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说呢 正是因为犹太人这种天生的精明 和天生的这种见钱眼开 这样大家的刻板印象 它跟资本主义 是具有精神的血缘关系的 也就是韦伯所说的选择亲和性 所以说呢 大家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 对这些犹太人的 就对于资本主义的 这样的一些反感 或者说畏惧和讨厌呢 它就都发泄到了犹太人的身上 也就是大家混淆了 本应该被分离的事物之间的界限 其实我们在回顾 19世纪的历史的时候 会发现 过去的历史 它相对来说 都是有一条主线的 也就是说像欧洲的那些贵族 这些不同的这个小国之间 它虽然逗来逗去 但是呢 大家这种思想上追求的东西 是一样的 比如说追求一些农药啊 追求这样的一些权利啊 它是一条主线的 但是19世纪以来呢 我在看19世纪历史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这个世纪它涌现出了 各种各样的思潮 和各种各样的流派之间呢 实际上它经历了一些 很复杂的这种组合 或者说我们这种 短期的绑定 然后呢又分道扬镳 很像现在娱乐圈的这种组CP 然后塑料姐妹花 又撕逼的 就是又变成了这种敌人的这样 它其实是一种非常混乱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像有一些 我们的关键词看到 就是像民族主义 还有女权主义 共产主义 等等这些流派 它其实就是会进行一些嫁接 然后进行一些短期的组合 大家会借一些 当时有势力的这样的一些思潮 去把自己的一些东西加进去 所以就是其实是 非常混乱的一些组合和攻击 然后呢 犹太人在这里边呢 他也不可避免的 就被 比如跟现代性 或者跟 这种资本主义 就会被绑在一起 然后被这种恶意重伤的一些行为 那主要就体现在 像资产阶级 或资本主义 刚兴起的时候 西欧呢 就是那些小资产阶级 它其实是非常反对 这些大资本家的 然后在东欧这边呢 就是 因为东欧没有小资产阶级 它主要就是 这些土地贵族 都会把犹太人作为这样的一些标签 后来呢 这是资本主义刚兴起的时候 到后来的时候 下半夜和这个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其实最大的一个浪潮 大家如果关注过去的那段历史的话 也会发现 尤其是二十世纪 欧洲的东欧那边吧 东欧影响比较大 包括非洲 包括亚洲 实际上 这些新崛起的国家 天然就是跟民族主义 是绑定在一起的 当到了民族主义漩涡的时候呢 其实犹太人 他又没有去逃离这次漩涡 因为犹太人这个民族呢 他天然就是一个 具有超民族属性的 所以说呢 他在民族主义形成的早期 他这个超民族的 超民族主义的属性呢 就会变得特别鲜明 在一个完全彻底 被划分为国家领土的世界里呢 其实是没有这种 犹太人的这种超民族主义 就是国际主义的立锥之地的 满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世界 他是憎恨这种 非民族的空白带的 但是犹太人天生的 深入骨髓的这种 世界大同主义 又再次撞到了 民族主义这个浪潮 这个主浪潮的这个枪眼上 所以犹太人呢 就是奇梅尔所说的 我们当时也讨论过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论家 他所说的这个陌生人 就是即使进入了 却总是身处室外 审视熟悉的事物 仿佛他是陌生的研究对象 所以任何一个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呢 都无法被现在民族国家 所接纳 所以犹太人呢 他其实不论他住在哪 他都不真正属于 他们所居住的国家 所以即使现在这些国家呢 看到他们做着各种 这样的工作 是自己不愿意做 给他们来做的 但是呢 也不愿意 或者说完全无法去相信 他们是忠诚的 哪怕这种相信是暂时的 就是如果一个国家 看到一大群人 自得从一个民族的要塞 跳到另一个民族的要塞 依然都会激起他深深的不安 所以说就是 当下国家里边 所要到了这种 这种忠诚 或者说他是这种民族的认同 又天然的犹太人所不具备 所以即使他们依然 在从事着那些统治者 想让他们从事 想利用他们来从事的 这些工作 他也依然无法去取得 统治者的信任 种族主义呢 他在对激起 反现代主义的情绪和焦虑 当中 这次就是再次起到了 工具性的作用 然后呢 这种情绪 犹太人变成了这种情绪 经过选择之后 最合适的这种载体 所以说在当下 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边的话 就是不论我们刚才 强调的资本主义 还是后续发展起来的 民族主义 实际上犹太人呢 都会在前后两次充当的 这样的一个枪口 即使我们现在组合来看 他这两种天然是具有矛盾的 但是呢 犹太人不论是在现代主义 还是后 就是有反现代主义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是去充当了 这样的一个枪口的作用 但是大家却没有太多人 去关注到这种矛盾性 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撒气的窗口 所以当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它是需要一个新的制度 来去标签出来这些犹太人的 这就是当时那个背景下边 但是呢 作者也提到了说 德国呢 实际上当时并不是一个 反犹情绪的高地 因为当时的反犹情绪呢 实际上是在东欧那边 会比较发达一些 然后犹太人呢 他认为德国 他历史上 因为德国是这个新教 那个路德宗的这个发源地 相应的话 他经济也比较发达 所以说呢 他的这种民族的平等和宽容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所以犹太人一直认为 他是这样一个 自己生存的一个天堂 所以他并不是在情绪上是这样的 这又引到了后续作者 所说到了这些 我们后来会分析道德的部分 就为什么在这样一个 不是反犹情绪的高地 会作为发起犹太人一个种族灭绝的 这样的一个 像涌动机的一个最核心的地位 这个我们在后边话 也会继续来分析 然后下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被害者的合作 这也是作为一个现代性主题 它的一个部分作者来看的 然后这个的话 也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就是一般呢 对一个地方的占领 它最初就是要破坏传统的精英 然后接下来遣散这个地方的 基本的教育结构 最后呢 是禁止当地的文化 最突出的就是语言 然后你的一些这种 书籍的焚毁不让你看 其实改变语言 是最典型的一个方式 通过这种方式来毁掉一个地方 他们的地方的 基于地方的自我认同 这是传统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犹太这边的话 最初其实犹太精英呢 他并没有遭到 这种德国人的 很强的或者大规模的 这样的一个破坏 他当时给他们赋予的 一个新的角色 是犹太委员 就是脱离 当时呢 靠他们脱离 正式行政机关的管辖 完全和无条件 落入于他们 同一信仰的领袖之手 然后这些领袖呢 就是这些犹太委员 则听命于一个同样脱离的 正式权力的德国的机构 所以他 他是这样来 就是相当于 他又充当了这些 犹太委员 又充当了一次 在犹太人之间的 这种中间层的一个角色 中间人的角色 所以在占领区内呢 对德国机构而言 并不存在个体的犹太人 不过犹太长老除外 就稍微有点像我们的 这种汉奸的这种概念 然后呢 他们做的几个步骤里面 就首先就是要孤立 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呢 他们需要新的标签 因此呢 第一步就是要先精确的 去定义犹太人 就显得很有必要 然后纽伦堡这个立法的话 就在 就扮演的这个角色 精确定义到犹太人 和非犹太人之间 是没有留下 空白的这种 无人的空间的 然后在精准定义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会进行孤立的政策 所以很快 犹太人就生活在了一个 没有邻里的空间 他只拥有纳粹权利 这样唯一的一个他者 因为作者是这个 社会学的一个视角来分析 他就会强调这个 我和他者和外部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样一个社会学的 关系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就提出了 纳粹就成为了 犹太人唯一的一个他者 然后慢慢的 他的价值的世界 也缩减到的 唯一的一个就是活下去 当然这是后边的话 所以第一项就是孤立 其实可以理解的 第一项是定义 然后是孤立 接着就是差别对待 他差别对待的话 整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些犹太人 他一直要去获得一个 重新分类这样的一个热情 就是他要在争取赦免的 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是有各种充足 且不相同的机会 来增加规则的权威性的 就是我对你们这些人 进行分类 你们就要加入到 我这个分类的游戏里边去 组织化的犹太社区 坚信他们自己 有优越性的行为 极大降低的犹太人 对纳粹政策 做出统一反应的可能 就是分化 让一个一个来进行 社区内部 来进行这样一个分层 所以呢 每天纳粹都在创造 有差别的死亡机会 使人们永远相信 这是一场所有人 对所有的人的战争 而不是我们对他们的战争 或者他们对我们的战争 这种控制体系呢 就使得面对一个 共同敌人的认知 就变得混乱了 我觉得中国在历次战争当中 也还是挺善于运凶 这些手段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 为集体毁灭服务的 个人理性 作为理性的存在者 作者一直强调说 这个整个的过程 大屠杀的过程当中 不论是这个施害者 纳粹这些分子 还是受害者 这些犹太人 他们始终都是理性的人 所以犹太人 作为理性的存在者 他不得不根据纳粹的反应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纳粹呢 就可以把犹太人这种理性 当作实现目标的一种资源 因为我们 就是现代社会呢 它能够运行了一个 基本的这种 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 一个逻辑就在于 大家都是理性的 然后社会也会 把大家培养成理性的 因为只有人 变成理性之后 你的行为 才是可预期的 这个社会 才能基于这些预期 来进行一些 大家的运作 如果每个人 都对你身边 或者你的这种 交易对手 合作伙伴 行为没有预期 那这个社会的话 它无法去进行 下一步的运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代社会 会把大家 规训为这种 一个个理性人的 一个原因 它是这个社会运作的 一个关系角度的 一个基石 所以正是因为 犹太人的这种理性 纳粹就被纳粹 来作为一项资源 来进行调动 犹太人的一切 自我管理呢 都等于是 和纳粹人的合作 他不得不按照 他的对手 好像确实是 理性行动者来行动 假如没有这个假设 那 个人就没办法 决定自己的轨迹 所以说 相信 他们会相信 只要犹太劳动的 生产力和收益性 得到证明 德国人的酬劳 就会取代 驱逐和杀害 但是整个来说的话 就这些 他们犹太的这些组织里面 的精英的阶层 像这种犹太委员会 他们发起的 有用的劳动 实际上到最后来看 也并没有拯救任何人 同时呢 犹太委员会呢 它会 站在一种 个人的这样的 理性的角度 来去思考 怎么去导致了 集体的毁灭 因为他们会有权 去决定谁去死 就如果他们会认为 如果把这个工作 丢给德国人 那么死的人会更多 所以说他们会理性 计算的收益 就是到底是让 哪些人去死 会有助于这个集体 就被融入了一个 新的道德义务里面去 似乎上帝 在毁灭某个人的时候 没有让他发疯 而是让他变得 更加理性了 所以说在犹太社区 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阶级之间的距离 是等于生死之间的距离 然后呢 整个的这个过程 大屠杀的组织过程 其实是可以被 编进科学管理的 教科书的 作者是这样来说的 这是关于 这个就是个人理性 这些犹太委员的 个人理性 如何最后去导致的 集体灭绝 如何去服务于 集体灭绝的 最后想分享一点的 就是大屠杀当中的道德 因为道德规范这个事情 它其实也是现代社会 就是现代学 社会学来研究 现代性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当时呢 这个 就是大家一直会有一些 关于道德的 在不同的人之间呢 是一些不同的一些视角 或者不同的一些观点 最早的时候呢 托尔干就是也是社会学的 这三大奠基人之一呢 他当时去进行了一个否定 就他认为是对规范和需要之间 相联系去进行了一个否定 但是呢 作者认为 他这种否定 实际上并不是本质性的 他只不过是否定了个人需要 跟这个规范 也就是道德之间的联系 他其实没有否定的是社会需要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否定道德 在本质上 是一个社会整合的需要的 然后呢 作者也提出行 就他当时的这个一套的 就是行为受到社会禁止 所以才是恶的 而不是因为行为恶 才受到社会禁止 这当时作者分析了一下 已有的道德 这样的一些 本质上是工具性的 这样的一些观点 提炼出的一些话 但是呢 他又提出了说 其实呢 需要一些这种 有特别戏剧性力量的事件 来打破过去主导的 范式的这样关于道德研究的一些 这些科究 并且开启对道德原则 另外一种更加基础性的研究 所以这里边我就提到了一个 就是是否有权来审判 埃希玛这样的一个事情 埃希玛就是那个战后 去审判了这个 当时在以色列吧 给他开了一个审判的会 但是在全世界范围里边 都掀起了一个很大的 一个热潮跟讨论 然后那个阿伦特呢 他当时就提出了 其实很多人 把他误解为了 对埃希玛的一个辩护吧 他认为 埃希玛呢 就是说 除非能够把遵守纪律 和完全服从 从那个时候 那个地点 进行有效的道德规范行为 视为一种犯罪 并具有某些合理的依据 否则的话 我们可能并没有权利 去审判埃希玛 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 就激起了很多人的 这样基于情绪 因为毕竟在当时 刚战后不久的那种环境下 这种反对啊 或者说大家的一些讨论 但他这个观点实际上 还是挺值得 我们去进一步的去 去思考 或者说进一步的去研究的 然后作者也提出了 对一个特定社会 所鼓励的行为规范 进行反抗 不应该也不能 从其他社会中的 另一个规范性强制中 来寻找权威的依据 也就是他比较同意 这个观点 就是当时呢 埃希玛这个人 他实际上跟我们 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都是做了这个上级 或者说这个关联体系 这个组织里边 要求他做的事情 他也像他非常的 兢兢业业的去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去996的工作 去把上级 或者说组织 交给他的这个目标 也就是他的KPI 去努力的去完成 所以他其实现在看起来 可能会是一个 这种劳动标兵式的人物 那他为什么 却要去承担 这些的审判的这些责任 然后作者就提出了一个 就是一般的社会学呢 研究侧重情景 这个词 他人 就是他者 没有被赋予主体性 使他区别于行动情景 当中的其他的构成 也就是说 他强调的是社交 在这个道德当中的作用 那为了达到 为了高效的达成的目标 行动者的任务 就是确保一个情境 使他人在其中 将停止发挥作用 并可以忽略不计 这句话的背后 其实就是一个 暗含的一个理性人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他要减少这些 他人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的 而不是一个道德的评价 在完全由行动者目标 所营造的 与他人相处的情境当中呢 道德是一种外来的干扰 对作者就认为呢 在道德的研究当中呢 我们应该把他者考虑进来 或者说这种社交的背景下 去来研究道德 这是他提出的一个视角 在这里边他还列举了两个人吧 一个是说了萨特 萨特呢 他在研究的时候 就把他人单列出来了 成为他我的一个概念 其所谓的不安和烦躁 代表了人们对于社会 在他者在场的那种 非人性的客观的结构当中 所力图把握的困境 而做出的主观反应 这是他列的第一个人 然后他列的第二个人呢 就是这个列维纳斯 列维纳斯认为与他人相处 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的 和无可汉移的特征呢 实际意味着责任 也就是他想说的是 我的责任是无条件的 是先于知识和意图的 也就是责任本身是具体性的 它是一个最主要的 一个基本结构性质的 这种基本天然的 或者说这种主体性的 存在的责任 基于存在的责任 它与契约性的义务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与我对互惠收益的计算 也是没有共同支付的 也就是我存在 我把自己建构成 一个主体的时候 我就要开始负责 变成有责任 是我作为主体的 一个建构的方向 所以他就认为 把这个道德呢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来 判断和理解 在这种视角下呢 就是接近就意味着责任 因为他们指的这个 他者是要跟我是建立联系的 接近意味着责任 而责任呢也就是接近 那责任的消解 以及接踵而来的 道德冲淡的淡化 必然包括了 以身体和精神的隔绝 来替代接近 也就是说 如果作者在前面的铺垫下面 我们对道德的理解 或者我们对道德的这个 进一步的判断和评价 是基于这种 我们对他者的责任的话 那接近就是 在隔绝道德 或者说 对一些道德基本撼动的情况下 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 它前面是建立起了 这样的一个连接 也就是道德与接近 那我们再一起看一下 作者的分析里边 大屠杀当中的道德 是如何遁形的 我们刚才已经提出了 就是现在的历史 学家的一些新的共同 就是普通的德国人 他对犹太人的态度 是公信化 而不是去激发 在整个大屠杀城当中呢 有一个这个事件 叫碎玻璃之夜 这个呢 是一次 由这种个人的冲动啊 或者说个人的情绪 所引发的一次 反游的行为 但是作者提出 这个碎玻璃之夜之后呢 第二天 很多的目击者 他其实并没有说 进一步有助于 他们去做这件事 他们的反应呢 更多的是沮丧 也就是在纳粹开始 屠杀 大屠杀行为的初期 统治者尝试过 跟这种情绪 或者说这种个人的 或者集体的这种情绪 去进行一些这样的实践 最后呢 就发现效果非常不好 就是不论 他们去做的 这样怎么样的一个动员 这些德国人 实际上并没有被这个事情 对这个事情去买单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政治反游主义 面临的首要的挑战呢 就是包括 压制住隔壁的 犹太人的形象 使亲身的印象 与抽象的原型 来进行分离 他其实想说的就是 当你的隔壁 住着一个犹太人的时候 你其实 他在你心目中 是有一个具象的时候 你很难去杀这个犹太人 因为他是你的邻居 他跟你之间 有一些共同的这种故事 或者回忆 或者甚至就是因为 你接近了他 他就在你的身边 你会有这样的一些 道德的压力 也就是阿伦特所说的 原始的这种动物性的感情 和社会给你的 这些基本的道德的压力 所以说你是没办法去做的 但是当你身边 没有犹太人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一个 抽象的原型 这个时候 当你身边的这些人 或者说政府 在去杀犹太人的时候 你会觉得 更容易接受 因为你不会联想到 这些具体的身边的人 所以以个人为基础的 仇恨的延伸呢 他说的是 有一条明确的界限的 也就是对他人的 基本责任 因此当犹太人 越来越被强制 赶出社会生活 看上去宣传中的原型 相吻合的时候 对犹太人的非人化的 增加了德国舆论 大众舆论当中 已经存在的广泛的冷漠 就这个时候 他其实才具有了 屠杀犹太人 所具有的这种 社会学的一个基础 那这里边刚才我们也提到 他有几个过程 就首先就是定义 定义的时候 接下来呢 就是开除雇员 没收公司 就是把他们从社会当中 去剥离的这些 基本条件先做好 那下一步的话 就是集中 就集中营 然后到集中营之后呢 就是剥削劳动 与饥饿措施 下一步是灭绝 最后还有一 就是灭绝之后 还有一点 就是抹杀个人的影响 所以这整个的流程当中呢 在开除和没收 它实际上意味着 撕毁了绝大多数 社会的常规契约 以身体和精神上的距离 取代了过去的接近 也就是道德 所发生的 人的原始感情 所发生的基本的要素 接近 把它取消掉了 集中就更是这样了 它让你 一般的德国的大众 跟犹太人 不再相遇 不再交汇 他们的沟通 从减少到停止 现在发生在一个 被隔离的群体中的一切 都不为其他人所关心 因此在人际交往当中 把转化为谈资 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所以说作者 他还不提出 他整个的对于社会的 对于道德的这个事情呢 研究都是定义在 这个社交的范畴里面 所以他不只是提出了 个人的接近 他还关注到的一点 就是人际交往当中的谈资 当这些人 从你的身边 彻底消失的时候 你可能连作为谈资的资格 都没有了 所以他是基于社交场景下 来做的这个分析 那接下来就是 剥削劳动于饥饿 当食物的供给 不能维持基本需求的时候呢 被杀戮掉 似乎就成为了一种 仁慈的行动 然后最后就是 道德看起来似乎 是符合视觉的法则的 但是他的行为后果 却远远超过了 道德事业的消失点 也就是说 我们大屠杀这个背景下边的话 他让道德呢 出现了一个事业的消失点 但是呢 因为社会分工 和我们庞大的 极其高效运作的官僚体系 我们的 道德事业的消失点 他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不平衡 正是因为这种不平衡 才突破了人 最后一点的良知 和社会长期灌输给我们的这些 最基本的这些东西 才让大屠杀这个事情呢 去发生了 对道德冲动的沉寂 和道德字役的玄志 他将行动的真正目标 推向远方且目不可及 来实现的 而不是通过公然反道德的改造 也不是通过用一套规则 取代旧的道德体系的灌输 这个运动来实现的 然后心理学家就会发现 适当的心理距离 就这个事情 他刚才我们说的是物理距离 然后心理距离这个事情的话 是通过专家来实现的 专家制度及相应 对应的这个社会行为的立场 就像这个盛西门 也是这个社会学最原始的 这样的一个学者吧 他的管理事务 而不是管理人的理念来做的 通过个人的责任 消融在技术知识的抽象权威当中 最后就会导致人们 通过这种抽象 通过这种技术的实行 他在处理的 就会变成了货物的问题 货物的运动问题 而不是人能够争取呼吸的问题 就会变成了 他这个指的就是 把这些人们运往 就是在那个运往集中营的 这个火车上 人们就是密度非常的大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 不适合人生存的 这些生理环境 其实这些人 他们在心理上 已经不去把这些 就把这些人进行非人化了 他们去思考这件事情 或者思考他们工作的时候 他们考虑的是货物的运输 而不是人 不是一个生物 能够去呼吸 能够去不生病 这样的问题 就变成了是一个厚重 还是轻薄的液体的问题 而不是人的排泄物 与呕吐的问题 所以等等这些心理的问题 他们也通过技术化 去把这些人进行非人的处理 变成了一个相对看起来的化工啊 或者说是这种运输啊 这样的当时那个时间点 最前沿最高端的这些技术的问题 所以最终呢 作者是认为 距离的道德生产 它废止或者削弱了道德责任的压力 技术责任代替了道德责任 有效掩盖了行动的 掩盖了行动的道德意义 而区隔和隔离技术 增加了对那些应该是道德评价对象 及道德刺激反应对象的他人 所遭受的命运的淡漠 所以整体上大屠杀呢 我们来看看他所有的环节 从最初犹太人 他在现代社会 现代性里面所面临的这种巨大的冲突 也就是说 现代性在历史这两千多年的长河里边 犹太人那些过有的属性 都没有变的基础上 现代性又给他增加了新的标签 给他增加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的 这种反资本主义的标签 他变成了那个避雷针 后来当民族主义发展的时候 犹太人又变成了这种民族主义的 这样这些人的这些壁雷针 所以他这些两个属性呢 都是现代性所赋予给他的 也正是因为现代性的发展 才再次把犹太人推向了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上 这是最基础 犹太人的敌对和这种屠杀的这个基础 就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 然后大屠杀的整个行为当中 我们的劳动分工 我们的技术的发展 我们对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对人的驯化 我们对科学 对技术的这些先进 包括相信 包括对这些东西的应用 实际上呢 也是大屠杀 贯穿在大屠杀的整个过程当中 他如果要实现这样大规模的一个 这么高效运作的一个种族灭绝的行为 如果没有现代性的这些 我们提到的这些要素 作为支撑 它是不可能来完成的 然后呢 同时他又把人的这种道德的这个力量 也通过现代化的这些手段来进行了消解 他通过距离的产生 通过这种集中的隔离 通过心理上的非人的这样的一个塑造 和非人的这样的一些灌输 又最终把我们作为一个人的 最基本的这些人性 或者说这些长久以来的这些 道德的约束的东西 也给影响的抹除了 然后这一些的抹除呢 又是基于现代性来进行的 所以说大屠杀完成的 我们暂且分为三个阶段 就是前期的这个靶子的树立阶段 犹太人的目标的树立阶段 整个操作过程当中的 所有的过程的这个 细分的这个阶段 和最后把这个以 负担的这样的一个 善后处理的阶段 其实每一个阶段当中 都会发现现代性 所扮演的这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这是我理解的 这本书里面就是 作者完全从一个 现代性的视角 把大屠杀进行了一个 全新的结构 同时他这个视角 在我看来也是非常 既新颖又很能 站得住 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法 大屠杀在我们对 现代文明的意义和 历史趋势的印象中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鲜明的印记 那个曾经产生 大屠杀的环境 并没有被根本改变 现在主权国家 对其统治下的人 做任何他想 能够做他任何想做的事情 所有那些文明化进程 已经建立的核查与平衡 屏障和阻碍的复杂之网 都被证明是无效的 他们的安全感 就是因为我们作为个体 对那些文明 进程过程当中 所建立的这些核查 平衡 屏障与阻碍 所有这些复杂之网 我们认为是保护我们的 我们是认为 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 作为一个文明人 安全感的来源的这些东西 其实也成为了 他们毁灭的一个 最有利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 作者在这个时间点 或者说在上个世纪 这个三十多年前 提出了现代性与大屠杀 这样关系的一个反思 他实际上是非常的坦诚的 然后呢 他也希望 他认为这时候大屠杀的研究 实际上并不过时 然后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 能够让我们 能够更加客观 或者说能够对我们 现在所社会现存的现代性 去进行一个反思 去为了防止 以后的事情 在类似的发生 或者说即使没到这一步 我们首先也要坦诚 我们的现代性 可能并不是大家 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说我整体上 对他的这种勇气 对他的分析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和对他非常犀利的 这些语言 当然有些很犀利 有些很形象 我还是非常的佩服的 所以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就有了进一步研究 他关于现代性 和整个国际化的 其他的这些书的 这样的一个 去进一步探索的 一个好奇 今天的分享 基本上 我说的部分就这么多 后面我应该还提出了 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如何理解道德的 然后你打算当下 如何遵从这个社会的道德 以及大家关于这本书 有什么想讨论的 我们现在就进入 最后的这个讨论段吧 谢谢郭老师精彩的分享 我看一下 我其实基本上 这个书的主要的内容 应该都提到了 我就稍微讲一下 我感触比较深的几个点吧 第一个就开始提到 那个园艺文化 它其实是 它跟那个 现代性里面的理性 确实很相关 就是说人类 在18世纪或19世纪 主要在那个时候 比较明显吧 就像 之前提到一些社会学家 去做一些 对人类整个社会的 规划设计 它其实跟那个科学的发展 也很相关 就像牛顿力学的那种 定律 要把它应用到 人类社会上面 然后去进行一个设计 就相当于 它里面提到的呢 就是为了让 比如说让整个花园 显得更好看 或者是更有秩序 要把那些杂草除掉 那这些杂草 其实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用理性去界定 那些不符合秩序 或者是 比较边缘的那些人 而这个其实我就想到 我之前也是看 一些现代性相关的 那个应该是 是一个后现代性的 一个学者 就是利奥塔 他提到了 有一个宏大叙事的 一个理论 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国家 或者是一个 大的共同体 他如果要进行一个 稳定的 治理的话 他需要 推出他的意识心态 也就是他的一套 宏大叙事 而这个宏大叙事 是 是把 主体给界定清楚 或者说主流的文化 给界定清楚 然后要界定这个 主流的东西 他就需要把 非主流的 或者是边缘的那些 人给否定掉 就通过否定那些人 来构建出这个主流的文化 或者是主体性 比如说 大屠杀的这种 在纳粹看来 他就是 要保证 他种族的存化的话 他就是需要把 把犹太人 就类似病毒 这样的去去除掉 那其实可以延伸到 很多我们现代 国家的治理 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比如说 比较很明显的 就是说 那个清理低端人口 这种 或者是整治 一些城市的街道 等等 比如说要用一些 统一的 之前不是有 那个统一的 那个什么 那个招牌嘛 等等 他就是把这种 秩序 或者说干净整洁 就自己定义出来 然后把那些 不干净的 或者是 比较乱的 混乱的东西 给去掉 但实际上 他也就抹杀了 那些里面 包含的一些 生命力 当然他在整个 整个他也就是 是对人的一种 非人化吧 就是把那些 主流之外的那些人 当做一个 没有生命的对象 给清除 就像 屠杀犹太人一样 高效的 完全没有感情的 去进行一个屠杀 对 这个其实延伸到 确实可以延伸到 我们现代 社会中的很多方面 就我们周围 应该也会有很多 相关的例子 我昨天又看了一遍 超验骇客 就是那个 德普 他演的那个 一个科幻电影 然后你刚才说到这个 我突然就想起来 就是 如果未来 就是 这种对多样性 或者对他者的清除 是不是在我们的历史上 实际上 它是贯穿于 人的 贯穿于组织当中的 一个 一个 一直都存在的因素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 我们可调动的 工具 这个包括 科学技术工具也好 包括官僚系统 本身的成熟也好 我们其实的这种 组织调动能力会增强 那这种的 相应的 它就会越来越凸显 会越来越高效 然后大家又能看到 短期的成果 那未来是不是 这种AI的 发展出来之后 或者人工智能 或者机器的参与之后 这种对 他者的这些 定义 以及进一步的清除 是不是会更加的高效 或者说更加的明显 或者这种基于他者 来定义我 来定义我们一个群体的 自我认同的这个 这种概念 或者这种方式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人 天然的这种本性呢 它是可以被根除的吗 我觉得从组织的角度 就从大的组 这个角度 确实好像挺难根除的 只能从 只能从个人的角度 去进行一些抵抗 就像我其实前一阵看 就像你说 比如说技术的发展 比如说现在 就不说太过未来的东西 比如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其实让 就是让管理 或者是社会统治这件事 变得比以前 其实是更简单了 就包括很多 现在我们很多信息 都在互联网上 可以用这种技术手段 其实是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一些动向的 所以我之前看那个 就最近看那个密码同课 就是阿桑奇那本书 他就提出 对他就从个体的角度 提出一定要去进行一些加密 就是去抵抗这种 大的组织 国家也好 企业也好 企业也好 通过技术的手段 可能对你的隐私 或者对你的所有的信息 进行一个掌控 就是说他 他觉得就那些组织也好 就那些组织 他只要有这个技术的话 他一定会用上 因为这可以使他的权力 延伸到更细微的地方 我们只能说从个人的角度 但他提到 他比较乐观一点 就是说 比如说加密这个手段 其实是一个 对个人来说 当然他门槛可能比较高 但是他是一个 可以实现的一个方式 就因为有那个算法的话 其实你只要进行一些加密 然后那些就那些组织 他的技术是无法去进行一个破解 或者说他破解成本 是特别特别高的 但如果个人 就是不进行加密的话 他是完全可以掌控 你的各种信息的 所以他是在技术层面 为我们提供了一点信心和支持 就比如像苹果的很多算法 比如说像他的那种 人脸识别指纹 还有一些 比如包括他智能家居里面的 本地自动化 就是他都会把那些数据 会放在本机上 他不会说像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像支付宝 这种人间识别 可能都是走的 整个云端的一些算法 如果说放在云端的话 可能就会有很多 比如说是 一个是可能会不会破解 另外一个可能是说 可能某一个大的 就是企业或者是说 政府能够拿到这本数据 其实他就是可以 掌握你的一些行踪啊 这些东西的 那如果有一天 或者说谁来制约苹果 如果苹果有一天做这件事情 因为首先就苹果 他那个是放在本地的嘛 所以只有你的手机 本机会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他的加密算法 其实这个加密了之后 就是他自己都破解不了的 就是他是这样一种技术 当然也不排除 他可以其实自己是可以 把他给就是破解掉 或者怎么样 就苹果他可以这么做 也可以不这么做 就可能很多公司不会这么做 但比如说有的一些 当然可能我们扯得有点远 就之前 之前不是有一个聊天软件 叫Telegram 它其实是 就是完全加密的 而且是开源的 所以那个东西是可以保证 你的信息是不会被第三方给知晓的 对但有时候不是说俄罗斯用它来 还是有什么恐怖组织用它来做什么事情 这是一体两面嘛 就是说安全和那个隐私 它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东西 但是当然这个可能不同的人 可能看法不一样 那比如说阿桑其他是认为 就政府或者是企业用那个的权利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 那个坏处远远大于 就是你给一些 就是远远大于 比如说有一些毒品交易 交易或者洗钱或者等等那些的坏处 但反正这是一个可以讨论 因为我之前疫情的时候 看过一篇文章 大概是讲中国的数字化社会治理的 就是说中国建的这一套 比如疫情期间建的健康宝 或者是说这一套 其实会比美国他们要 就是一个是群众的接受度会更高 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美国可能连身份证这一套整个系统都没有 所以说就是美国他想建立这样的一套 就是个人身份身份的这种追踪体系 都是比中国要难的 对中国搞这可能是比较 美国不是有那个社保的那个那个卡 那个卡号吗 但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 比如说黑的就是黑在那里的 或者是说一些没有什么基本的这种 医癌保险的人不一定每个人都有 我记得是这么讲 其实我有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做了有一年多 其实就是相当于区块链 但我认为我自己可能还不太了解 说区块链技术 因为它确实太旁杂了 但是当时听央行那个数字货币 那个所长沐长春听过他的一些课程 因为当时对那个我们的 那个数字货币比较感兴趣嘛 他里面有一句话 当时让我特别震惊 他说他们经常开会的时候 有一些官员应该算是中央的一些高层 会说你看现在我们到这个时代了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实行计划经济了 因为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教育信息 所有的 其实都是可以完全追踪到的 我们其实国家是可以实行计划经济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代 然后他 当然他个人是不认可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他承认说我们比任何时候 比我们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和朝代都要更适合去实行计划经济 因为有这个土壤 然后我自己在做这个区块链行业的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 就是说 分布式这种加密算法的存在 他这种形成的一种自治的自洽的一种体系 他其实在本质上跟我们这种统治阶级的意志 其实他中心化的统治 他是有矛盾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他可能在一些社会制度上 跟社会制度不一样的一些国家里面 他可能实行的程度是不一样 对 然后在我们国家 我认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土壤 因为我们是高度中心化的一个政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在驱逐一些 比如说我要主流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意识成年的东西的时候 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些土壤 比如刚刚萱萱提到说 我们其实北京已经没有那种小贩小贩了 他要驱逐地端人口 其实我们感受也特别深 所以我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互联网整体的这些数据啊什么的 都是很担心的 因为前些年我也参加了很多的讲座 现在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个团队 就摇班有一个团队 他们在做那个多方安全计算 他们就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所有的政府拿的或者是大企业里面 他很多都是裸数据 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呢 他们就做一套多方安全计算的算法 然后把裸数据全部进行大量的加密 如果说比如说以后我们完全能实行这种身份证信息 像说的信息共享的时候 他们这些政府部门在调用这部分数据的时候 他们拿的都是加密以后的数据 他拿不到他的裸数据或者原始的数据 但是现在据我所知就是现在这一块 我们做的是非常不够的 所以整个在互联网这样的一个过渡期的时候 我们面临了很大的这种风险 而且我知道是在区块链这个行业里面 在毒品交易 包括一些暗网的就是儿童色情啊等等 反正就是那一部分的 他们基本上很多海外 用门罗币 就是是一种匿名币 XMR去进行交易的 那种币我问过圈里面 就是说研究这一块的 他们说真的是查不到 就完全不知道谁给谁转的账 然后那个人信息什么转了多少 完全查不到的 但这种只是限于在这种地下交易里面 可是真正在我们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工作当中 我们信息其实是完全裸着的 所以其实我就特别看到一点就是说 我们想实现的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一个东西 但其实它受很大的一些影响 尤其是它本质上是不是跟这个政治体系 它是矛盾的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刚刚在提的时候 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这个问题往下讨论的话会非常大 这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和现在的 对它政治体系之间的一个辩论 但是这里我正好可以点出另外一个点 就是书里提到的 就可能刚可能没有 因为我没太记得过老师 有没有讲到这一点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小的点吧 跟那个主题 关系没那么大 就是它里面提到 有一个就是叫 日常暴力的一个消失 嗯 怎么说 就是说 看一下 对它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 如果跟前现代社会相比的话 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说暴力已经特别在一个比较发达 现代社会 就日常中不会有太大的暴力 就你不会在街头 比如说遭遇一个凶杀 或者是这种集体的这种群架等等 就这种 当然它可能在一些比较不发达的地区 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在一个发达现代社会 这种现象就已经比较少了 也就是说暴力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但是 但是它暴力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消失 它只是隐藏起来 那隐藏起来 它隐藏在哪儿 就是隐藏在大的权力体系 就比如说国家 比如我们可以说警察系统 它就是另外一种暴力 它只是国家权力的那种表现 但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日常 假设我们日常没碰到一些 没碰到一些其他事 我们确实可以很安稳的生活 或者说度过一辈子 但一到 一旦碰到某些事 它跟整个大的权力体系有冲突的话 其实个人是完全无法招架这个权力体系的 就它已经 就虽然你日常中不会遭受别人的那种 表面上的暴力 但是一旦你遇到 跟大的权力体系有冲突的话 那个暴力就会直接把你压倒 也就是说你是 基本上是毫无还手之力的 这个点也是 我觉得也是挺有启发 就像比如大屠杀的话 那你看犹太人他遭遇的这种 他们也基本上就是完全无法反抗 因为这是一个整个国家机器 然后运用这种现代技术 对它进行了一个灭绝性的屠杀 然后这种暴力显然它不是日常的暴力嘛 但是它是一个 更高权力对它一个暴力 然后所以他们是完全无法有任何抵抗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可能 可能我们如果没有遇到这种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觉得自己是特别安全的 但是一旦遇到这种事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绝望 这个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启发的一点 然后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跟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相关啊 就是 就它里面好像提到了一个 呃 民间 就是说我们现代社会中 还有一个就是民间的这种基层的政治 政治活动的脆弱性 就比如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说 这可能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那就比如说在前现代社会其实 其实民间或者说在很基层的地方 其实是有一些在政府体系之外的一些共同体的 然后它是维持到一定程度的自治 并且能把一个地方的人给聚拢到一起 或者说它可以去跟政府进行一些打一些交道 然后相当于连接最底层的民众和政府之间做一个中介 那在现代社会这一个 这个中介基本上就是消失了 也就是说 呃 整个治理体系它就是完全渗透到最基层 包括 呃 包括人与人之间 它可能关联性也不像以前那么强嘛 就就我们经常说到原子化 对这个包括之前我们分享那个 很久以前看 讨论那个这样村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在这里的话 呃 这样的话它其实就是说 个体其实确实面对这种 整个大的权力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就没有 没有形成自己的一个共同体 或者是能有更多的一些 一些势力去进行一个平衡 呃 所以这个也是 比如说就是啊 郭老师里面提到就如果把犹太人从 嗯 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给牵走 之后 其实他们之间那个联系就断掉了 那这些犹太人就相当于是完全被孤立 他也不会形成 跟其他人的一个共同体 那么他就是非常脆弱 直接在 从权力气气的碾压下 就是好好反抗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连着的一条线吧 嗯 我觉得对于你说的第一个问题 我可能 就是说 我好像听不太清楚我的网络问题吗 你刚才是在说话吗 邪阳君 哦 现在好了 我我刚才没有听听你说的 我不知道是 是我的信号问题还是怎么 哦 那我再说 现在好了 是我这边 对就是呃 你刚才我说的是有 有一点跟你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可以来讨论的 呃 就是当时呢 就你刚才说的这些 不论是呃 区域性的这种 就是更小单位的这种共同体 呃 不论是这种区域性的 或者说一些其他能组织起来的 他其实是一个更大的 跟一个更大的政权 或者共同体去对抗的一个局部的力量 这是过去的一些对抗的方式 呃 他更多的是基于土地的吧 但是呢 如果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变成更原子化的个人的时候 我说的只要这种嗯 政权的对抗它不是全球性质的 其实也会有一些个人化的可以逃离的方式 就比如说就拿犹太大屠杀这个事情来说 呃 你看当时欧洲逃出了那么多 杰出的犹太人都逃到美国 就是美国给他提供的一个避难所 呃 像我刚才我在分享之初说的那个 嗯 电影 布达佩斯之恋里面那个萨博 他也是就包括他身边那些人 他其实有很多次这种可以出逃的机会 就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呃 你身处漩涡之中 他就会发现不是一次 他不是一下就产生 他是有个过程的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实际上作为个体而言 是会有很多次逃走的机会的 但是大家更多的人丧失掉这次这些机会 是因为他们当时对那个处境不敏感 他以为这个灾难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或者说白眼就是没有政治敏感性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逃走 呃 这是一方面就是最后落入 落入魔网的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政治敏感度 然后还有点的原因 我觉得比较残酷 因为第一点是个人的原因嘛 第二点的话就是 你不足够有权有钱有势 所以就是你可能 或者说你不足够的优秀吧 你就会没有一些逃走的机会 比如像那些有钱人 他当然你就会很好逃嘛 你就去换那个票就行 然后呢 有一些你有特殊才能的 比如科学家 或者是 艺术家呀 他其实你也有一些这种技术移民的机会 但是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的话 他可能 嗯 就到时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你如果没有一些你的特殊的技能 你可能对这个魔爪来说 就相对比较难逃出去 啊 我说这个是这种原子化的个人时代 可能我们能有的应对之策 但是以及他相应的残忍之处吧 就自己还要努力去获取一些资源 对就是有 但是第一点那种政治敏感性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 嗯 因为当我们跳出来 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会相对来说脉络是很清晰的 但是当你一个人身处这种漩涡中间的时候 你可能自己并不清楚 他下一步的趋势要发展向何方 所以我们先不以这种政治事件举例 我们就拿去年前年的疫情举例 我觉得好像是大家刚经历过的一件事 就是疫情之初的时候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判断 你对这种黑天鹅事件 它的发展的趋势 它发展的规模 然后的进行的判断 会涉及到很多个人的选择 比如你如果当时在国内 你应该比如在北京你要怎么做 你在武汉你要怎么做 你当时在国外你要怎么做 然后后来剧情反转的时候 你又是你在国外你要不要回 就是我们去演练一下这个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种大事件的发生 实际上对人的这种宏观判断力 要求还是蛮高的 嗯 莫老师说当时有人直接从武汉跑到拉萨 对应该就是那个 还给拉萨带去病毒的吧 我记得 被遣散了 但它其实是明智的 就是它如果 当然可能会危害到别人 它如果不跑它回去 就很难会被关注到 很难会被救治 我们这一点会不会和股票有点像啊 就是能够捞到 就是从低点开始买入 高点卖出的人 就是很少 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这种大的这种判断 其实就即使我们 不一定能有获取资源的能力 比如那些钱或者这些 艺术棒是这些很难 但是我觉得第一点 对于这种我们的宏观判断力 我觉得我们是能够去提升的 有时候这种宏观判断力强的话 你其实是可以抵消很多金钱 跟其他资源的 一个刚才说的一点 就是说比如现在社会 可能会比较安全这一点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观点是说 就是现在有比如说安全 或者是说一些争端这些事件 都被交给了政府 就是政府它有这种政治暴力 能够去 它是叫什么来着 就比如说警察这种机构 能够去解决这些争端 但是这些争端原来可能是 比如说是通过一些 宗族社会或者是说 通过一些社区的力量来解决的 就这些这种解决方案 现在全部都推给了政府 所以就造成了政府 它其实对于这种 细枝末节的这些 就原来并不属于 它管辖范围内的这些 就是事端 它就要去扩大 它的这种管辖范围 那么可能对于政府 它整个的这种 社会治理的能力 就要就有了更高的一个 层次的一个要求 所以也造成了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 警察来得不及时 或者是说警察 就是比如他其实也不会 有这么 就是政府机构会越来越庞大 他就越来越庞大 才能去管理更多 这种细世末节的这些事情 对是对治理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但是但是从从政府的角度 它应该是乐于这样去扩大 它的权利吧 因为我刚才是看了 多半上一个什么 说警察不作为的事情 有很多呀 周边也会经常有 比如说像诈骗这种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丢 就北京的安检 小孩拿了一个 十厘米的玩具水枪 然后被被那个地铁给收了 他们地铁经理让找警察 警察也不管 这 就是一把水枪的个人收 对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楼下 就是一个大叔 就是嫌我们吵 跑上来又砸门找事 然后我们就报警了 那个警察过来之后也是 就是当一个老油子一样 就首先还没有到那个大叔那去 就开始跟我们说 你们这个就让我们不要管 就是让我们认灾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很老油子的感觉 根本就没有说去解决这件事情 嗯 对 基本都是这样吧 以前可以有点调解人 对他们 出于他们官僚系统的考核 他会要求那个案件的解决率吧 所以说很多他都不会 他就会各种劝退你 不给你立案 然后各种办法 甚至说办你这个东西 还不够我们的出警成本的 嗯 所以说你这多少钱东西就不要报了 嗯 报了也不会跟你解决 就大概这种 然后最后一点 就是 古尔士听那个关于道德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那一张其实他是 他是用了那个 斯坦利·米格拉姆的那个实验吧 就是 就有一本书可能有些 有些朋友读过 就是中一本是叫 对权威的服从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电击实验 他是做了一系列的相关的实验 在各个条件下去看 人在什么情况下会 会产生那种 就是所谓的 就是破坏他原来那种道德自已 也就是说 比如说在这个电击实验里面 在很多情况下 他其实是不太去 他就丧失了对 被惦记的那个人的一种同意性或者同情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啊 就像 古老师之前提到了很多 比如说有权威的一种 就权威给下的一种指令 然后你可能就直接就服从了 然后和对方拉开一定的距离 就比如说你看不见对方等等 然后包括你自己的这些人 就是做这个实验 或者实施电击的人 形成一个小的一个团队 然后他们形成一种 就是对团队的一个共识 就是一种那个什么 就相当于他们团队形成一种 共识吧 然后跟那个对象拉开那种距离等等 他是做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对比 然后再通过这个去讨论道德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里面有一点 我当时也觉得点的挺好的 就是说 就是说特别在我们的这种官僚体系 或者是我们可能在企业的工作中也会遇到 就是说这种技术的 技术上的一种责任或者道德 取代了我们更日常的那种道德 也就是说我要把这件工作完成得更好 完成就是完美的完成 比如说上级交代的任务 然后如果我完成得好的话 我就相当于占据了一个技术上的道德 就是说我会对自己产生更强的认同 然后对自己的评价会更高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忽略原来那种伦理道德 就可能你的这个工作 其实是伤害了某些人 可能是伤害了你的那个对象 但是这时候你就已经不太去关心那件事了 而只是全力聚焦在你的这件事上 然后这个跟那个 当然它跟比如说你跟你的对象拉开距离 以及官僚体系把对象变成一种非人的一种情况 是有相关的 而这个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也 现在也经常会讨论这些问题 那比如说包括之前讨论过那个 外卖的事件 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 制定外卖系统的一个人 你如何去平衡 对那个外卖骑手的压榨 以及你公司的那个盈利之间的一个平衡 这里面其实就涉及到这种 这种两个道德之间的一种平衡 然后包括还有当然之前平多多啊等等这些 就我们可能特别在工作中 其实如果遇到 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冲突 就是上级下下的某个任务 实际上你觉得是你觉得是不好的 我还想到一个例子 就之前在多半上好像有个人说过 某某个那个教育在线教育公司 就是说他为了推销他的产品 但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完全真实的 但是可以想象 那个公司里面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他为了推销那个产品 然后给他的那个客户就是打电话嘛 然后让他去买这一个 他是做一个幼儿英语的培训吧 就是让他去买这样一个服务 而对方表示那个可能最近经济不是 就手头有点紧 可能拿不出这么的钱 然后他说他就说 对那个那个员工好像就说 就不太知道怎么弄还怎么 然后他的那个领导就跟他演示说 就直接让那个客户去开通那种 就是借贷 然后再来买他的这种服务 那这个其实对 我看到他下面回复 有很多人很愤慨嘛 就是表示这种行为 其实就是完全为了KPI 或者为了公司的那个利润 而去把那客户就已经不把他当成一个人了 只是当成一个你实现KPI的一个工具 那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 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会经常遇到 所以可以引到郭老师那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何去 比如你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会如何抉择 或者你认为这个道德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可能是一个不太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 而且我们 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冲突 但我们的冲突其实还不是那种最 最极端的 像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极端例子 就是对就是那些为纳粹 某种程度上为纳粹服务的犹太人 然后比如说他会给你一个选项 就是要你去找出更多犹太人 或者把他们去把其他犹太人送到 那个毒气室啊 或者怎么样 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那可能就直接把你给送到毒气室 这样就是一种非常极端的一个道德选择 你是不是要为其他人牺牲自己 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这种极端情况下 可能还是会选择自保 相对来说你也没法去 去谴责他 因为或者没法去完全的谴责他 自己在那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选择自保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我要回答的话 就是就到这个东西 确实你很难去针对一个很大的群体 去给他们设一个道德的下限 但是还是可以针对自己去多思考 或者多反思一下 想一想你在这样的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一定那么极端 就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是不是能 还是能想一下你是要考虑一下内心的一些两知 或者你是否可以不像其他人一样 就是比如说别人都做某件事 你是不是可以不做那件事 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多想一下这个 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一个集体 或者一个更大的群体上来说 给他一个很高道的标准 其实是很难的 对大概这样 莫老师说不适合做互联网 对在我相信在工作中 应该是会碰到很多这样的选择 对 有问题大家有想讨论的也可以说一说 其实我觉得道德这个东西啊 就从来都是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 说实话 然后这个道德 我觉得也就 只能自己约束一下自己 就你不能以自己的道德 去要求别人 然后就像刚才 郭老师说的 就是那个犹太人 他们跟德国人之间 那个距离一拉开以后 德国人可能就不会觉得 自己在迫害他们 为什么 就是 那个已经是一个陌生人了 所以说就是 这种道德 从自身出发来说 对自己 对别人 对陌生人 对亲人 我觉得这完全都是不同的标准 就人的标准 人的道德标准 都是一直在变的 情境不同啊 对象不同啊 就这些都是 说实话道德就是 我觉得就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可以量化的标准 对 对从社会的角度来看 道德标准 就是即使我们 从社会大多数人 一个集体的角度的话 它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它里面好像还提到了一个 好像提到的有一句就是说 鲍曼好像提到就是 在前现代有一种道德标准是说对他人 对他人负责吧 好像是 对我觉得他可以作为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自己去反思或者约束自己的一个方式 然后也不用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 报以太大的期待 而且道德也不太适用于去攻击其他人 因为这种灾难性的 或者这种结果我们大家也都看到过 就把自己做好吧 自己可以多多想想这些问题 当然每个每个人 比如说哪怕在屠杀犹太人的这个事件中 每个角色他面临的道德压力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刚才说那种极端选择 对于犹太人来说 要么你要让别人 要么就别人死 要么就你死 这种其实是很难去让他做出一个非常高道德的选择 然后对于比如说 其他德国民众 他可能也确实他拉开距离 他可能也意识不到那么多 但是对于像爱希曼这样的人来说呢 虽然那个审判 他整个过程 像阿伦特说的 他其实是有一些不太公平的成分 但是阿伦特也是 他最后还是说爱希曼 当然他本身还是有罪的 因为爱希曼其实就接近于我说的 刚才说的那种 那种在工作中的一个抉择嘛 就你是要为了完成上级交的任务 还说你可以因为你的良知去拒绝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余地去进行一个选择的 这件事哪怕莫老师说的大不了我就不干了 但却每个人还是得自己好好想一想 因为再怎么说最后的社会还是由每个人组成的 大概是这样吧 大家对于这本书 还有什么想来讨论 或者说说自己感想的吗 莫老师你直接说话呗 我看莫老师他在群里问 哦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他这本书的论证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说 就是说大屠杀这件事的很多因素 其实是跟现代社会是一样的 比如说官僚体系 比如说这种技术的发达 比如说这种人与人距离的拉开等等 但他有一个他好像提到是偶然的那就是纳粹的上台 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这些因这些必要条件 其实都已经都是存在的 但是一旦只要有一个导火索 他可能就会 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所以虽然纳粹上台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但是整个事情的发生 并不一定是一个概率非常低的事件 我这么理解 其实除了这种他屠杀 二十世纪也还有很多很多冲突 我觉得二十世纪整个的战争 其实它都不是偶然的 它一系列的这些争端 包括区域的和这种世界范围内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或许它也是社会发展的那个阶段 还要经历的事情吧 就那些在这个地方的爆发 对 邦曼他写这个就是要惊醒 这种事情有可能再发生 为什么莫老师打的那个字 我就只能显示一行后边就看不到 啊 你在电脑上看吗 哦 手机上 哦 手机 是不是有bug 莫老师不能直接说话了 莫老师还登录了两个号都不能说话 对 莫老师说 他刚才说的就是说 也就是说现代性环境也会发生这样的屠杀 现代社会没有之前想的那么文明和美好 加一 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于外卖骑手 或者是这些 滴滴司机这种系统性的这种 就是他们来说这种系统性的东西 和这种屠杀 有类比吗 屠杀只不是一个更极端的情况吧 就请你想一想 其实 其实在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这件事可能在当时很多那些官僚中的人来说 已经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就他们可能也不能直接感受到那种冲击 就只是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 就有的人去设计那个毒气室啊 有的人对保护研究怎么去运送 就都当成一种工作来完成 那是啊 就是比如外卖骑手 然后他有些人去 就是比如说整个外卖流程里面的每一环节 都是说每个人只是在做这一部分 然后 但是整体的结果就是无限的压榨了一个骑手 他的这种 他的工作能力完全的压榨 对就是你 可能设计这个系统的时候 你就是考虑他的高效 对就是考虑高效 或者说怎么着 把他时间更短的送到顾客手里 但是他没有去考虑另一段的一个感受 就把那个人的部分给剥离掉 就他那个是叫道德自义吧 就说人本身是有同情心和同理心的 不可能你杀一个人完全没有感觉 但是因为现代社会这种种种的因素 使得你变成一个没有 就没什么强烈感觉的 你可以去执行这种杀人的这种工作 当然杀人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但这种极端情况下也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说明他指出还是现代社会的内核 是有一些问题的 当然这本书也没有说解法 我也不指望我们能给什么解法 对这个需要后面的看其他人 或者综合的去想一些 针对自己的一些方式 对我有时候都对我自己 作为一个现代人这种道德冷漠 当我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挺可怕的 但是这些事的确定又在身边 一直在发生 对我们继续的阅读可以 之后可以更加深入的讨论这些问题 不过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像古老师说的 没有一个社会角色被分配到 要承担思考外面的生存环境 对但是 但是是有些人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 只是可能比较少 就像在犹太人的这个屠杀中 还是有些人在 在拯救 对拯救某些犹太人 或者做一些事情 就这些人 我觉得还是给我们一些希望的 其实就比如说像滴滴或者是美的 他们其实都有比如说司机端 或者是说给起手做的这个APP 他们其实比如说在产品设计当中 我不知道他们整体流程是怎么样 他们可能没有把就是 是司机的这种生活的上这种感受 纳入到他们的一个考量的范围里面吗 其实其实当然这个最后也不能一概而论 或者说就完全没有考虑 之前我看老李写 那个其实他就写滴滴的那个公司里 是有一些人还是在做一些感参 对然后那些人他的特点 就是说因为他是日常要接触那种司机的 所以他对他们的情况非常的了解 对他们日常生活非常了解 所以他距离是离那个 对他他就离那个世界距离是非常近的 所以他他对他是有那些同理心的感受 所以他会想想一些办法去改善 所以反正也不用太悲观 也不用完全太悲观吧 就是每个人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对 好吧 这里还有还有想要讨论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 今天就到这了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郭老师的分享 谢谢 那下一期就是 下一期就莫老师了 谢谢观看